五季区的永宁国校多年来都积极推动校内广播 更成立新桥电台 而随着节目制播是越来越丰富 校方跟学员们更决定要转型 升级成新桥电视台 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就陆续推出新闻大小事 故事短剧等 并且在每周二中午固定在校园内来播出 而趣味的节目内容也获得不少学生的热烈回响 同学们大方的在镜头前自我介绍展现稳定台风 五季区永宁国小季推出校内广播新桥电台后 今年二月开始升级成新桥电视台 让学生从幕后转成幕前 学习担任电视台的小小主播 而难得的经验也让他们是收获满满 录的时候会一直念错 然后就多练习指示就可以克服 因为我虽然上台很容易紧张 然后就脚就开始抖 然后整个仪态就整个分数就往下掉 然后到这边训练之后 我上台就能够站直挺挺的 然后也很放松 不让人就觉得很紧绷 就是感觉他们拍起来上电视感觉蛮不错的 然后就想要来试试看 学到像电视上一些人一样要怎么 比如他们的动作还有语言跟他们一样 新桥电台在师生的用心经营下 节目制播越来越丰富 为让内容更加多元 校方也特别添购小型摄影机等设备 协助学生转型成新桥电视台 陆续推出新闻大小事故事短剧等等 不管是脚本发想还是节目制作 全都是由师生们一手包办 他们必须从原本只有声音的部分 到他们最后要加上他们的动作 跟表情的部分是最难训练的 更加最难的地方是 他们必须抛开他们学生的偶包 慢慢慢慢他们开始熟悉了 用很自然的态度去面对镜头 去面对观众 虽然我们目前的设备 还没有办法做到live的直播 但是至少可以让孩子从幕后走到幕前 然后成为一个真正舞台上的一个主讲 所有的直播内容除了在每周二中午 固定在校园内播出外 也同样上传到网络平台 提供大家点阅观赏 校方也表示 未来也会持续培养每一位小小主播 除了训练口语的表达 还能帮助他们找出学习兴趣 提升自信心 建成博汉台中采访报道